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要看的吗? 这个你的鞋底的内侧是比较弱的 就说明你的肌肉有问题 啊 我不信 看鞋就能看出身体状况 很痛苦吧 行 我得问一下生活调查团 让他们来调查一下 Hello 各位观众 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最近有位微信粉丝留言给我们就说 想叫我们帮忙调查一下 关于这个鞋底磨损程度 是不是和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都有关注过 好像我自己平时的鞋底磨损 就是外側的 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有些是后脚差 又或者是内側 不同的人磨损程度是不一样的 和磨损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从这一样东西去看身体的健康状况 又有没有科学根据的呢? 那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去调查一下 最近在鞋底磨损变身体疾病 这类的文章受到很多网友关注 但文章提到 鞋底磨损的状态 反映行路的时候的脚着力的情况 磨损不光闻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 那例如鞋底内側磨损比较多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 双腿的膝关节向内靠拢 导致小腿向外弯曲 这样行路的方式容易导致 关节扭伤和损伤 长期的话会引发关节炎 而鞋底外側磨损比较严重的 O型腿或者内疤 这类人群多数都是 双腿的膝关节向外分离 导致小腿的颈骨向内翻转一定角度 鞋底磨损得太厉害 肯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刚才网上的那条理论 说得就真的好像似层层 但现实又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街坊朋友你们又是怎样认为的? 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啦 应该没有太大的关联吧 应该没有太大的关联 因为鞋底的话只是 它的磨损的情况是在于你怎么样走路 这不靠谱 正确正确 应该正确吧 应该正确 应该不太靠谱吧 通过街头采访我们发现 很多街坊的鞋底的确实出现 无情度的磨损 有好几位街坊都表示 自己穿鞋很浪费的 不用一年而已 鞋的后端和外侧就磨歪了 这些磨损是正常现象 只是代表身体亮起红灯 接着来我们通过测试来实验一下 到底鞋底的磨损程度 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没有缺陷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州中医院大学附属 不过三方医院一起做一个小实验 那现在我身边的三位志愿者 那首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这边先生 大家好 我叫小二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看你脚上的这双鞋 是后脚跟比较平 就整一个都比较平 没有说两边哪边比较厉害 但平常是走路会怎么用力比较多? 平时的话我喜欢这样子塌脚 所以后面感觉会比较用力 所以就后面磨损会比较厉害 来那这边这位美女你要怎么称呼? 叫我小葵 小葵 那我平时像我这双是昨天才刚买的 就刚拿出来穿的 你看就已经这样了 就外边这边会稍微厉害一点 就外侧的地方会比较厉害 那你自己走路的习惯是怎样? 走路姿势没有太明显 但是也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就这样的 就很自然的行程 就是外侧就会抹平掉了 对对对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采访一下 大家好 是我叫小强 我今天穿了一双皮鞋 那平常的话有没有发现自己鞋底 哪个地方磨损就比较厉害? 这个脚底的内侧吧 内侧的地方比较严重 就双双鞋几乎都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 好了那刚才我们就了解完三位志愿者 他们一个脚底的鞋底磨损程度了 这位先生他就是整个后端都磨平了 而这位美女他就是外侧有一个磨损 那这位先生他就是内侧的 那到底这些磨损程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呢? 我们马上去拍下这个X光片 从初步的观察结果来看 一号志愿者的鞋底内侧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磨损 二号志愿者的鞋底外侧磨损 三号志愿者是后端磨损比较严重 鞋底的磨损是否可以反映到他的健康状况呢? 接下来我们请他们先拍个X光先 这边呢就是刚刚三位剧院者拍的X光片 这个是外侧磨损比较厉害的 然后这个是脚后跟磨损比较厉害的 然后这是内侧磨损比较厉害的 对 然后三个剧院者的 那你现在分别来看一下 他们是不是根据磨损的情况 然后能反映得到他的一个身体健康 谢谢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志愿者的照片 他说的是他的竹根的一个内侧的磨损 内侧的磨损我们给他照了一个下肢的全肠片 下肢的全肠片发现他的膝关节是有一点点外翻的 这就证明我们刚才讲的 整个膝关节如果是外翻的情况 他的斜根磨的主要是内侧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志愿者的一个X光片 看他的膝关节整个是稍微有点内防 当然在女孩子尤其是中国女性里面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志愿者 也就是第三个志愿者的一个现象 他照了一个反昏片 因为我们刚才说他是以足后根的为主 我们说足后根大部分 足后根的磨损是以肛关节疾病为主 当然这个人他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证明有时候我们的足够磨损 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我们身体的力线 平衡还有健康的状态 当然大部分磨损是正常的 只有在出现磨损不对称 或者是磨损速度加快的时候 我们才要去进行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来排除其他疾病 每个人的鞋都会有磨损 正常人也会有磨损 就是说只是看你的磨损程度 比如你半年的磨损只有鞋的百分之二十 或者三十 那可能这个磨损并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两三个月就磨损超过百分之三十了 那你就要注意你的磨损程度 就可能会反映你身体 某些方面出了一定的问题 就像我们那个汽车的轮胎一样 就是我们汽车轮胎正常你跑的时候 它的磨损是比较均匀的 不会快速的出现磨损 如果是快速出现磨损 或者是磨偏 那就证明你这个车出问题了 我们的人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你在两三个月内 你的鞋地很快的磨损 那可能就反映你有一定的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 曾经有一位53岁的孙女士 一个月前发现自己大腿内側行路一阵出现 疼痛 用手摸了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爆发 也没有什么压痛 那就不要留意了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疼痛依然是没有感到 他去医院看骨科 他告诉医生 自己穿鞋一直都是很浪败的 一对皮鞋穿三个月 底部就磨歪了 而且有些人还磨出个洞液 因此每一对鞋 他都要提前打上脚掌 脚掌磨捞之后继续打钉 后来照了X光片 医生证实 他是怀有宽关节发育不良 拖着脚行路 造成了一对鞋磨得这么厉害 医生就告诉我们 宽关节发育不良 前期是很难发现症状的 早期也很难发现问题的所在 所以孙女士要等到自己四五十岁 大胎的内侧隐隐作痛 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宽关节是有毛病的 而且如果他自己知道 鞋底磨损程度这么厉害 是一个身体不健康的预讯号 那及早发现 便可以病重 前中早点看医生 鞋底磨损 主要就是跟我们讲的平衡 身体的平衡性 部态 还有我们的整个 从脊柱到下肢的立腺 都有关系 包括跟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都有关系 比如像我们脊柱侧弯 如果有脊柱侧弯的病 它有可能会出现鞋底磨损的不同 然后在整个脊柱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不态 也会出现鞋底磨损的不同 当然在我们的髋关节疾病 有一些像髋关节 先天性髋关节脱围 或者是髋柱发育不良的一些患者 它也会出现鞋底磨损的不同 像我们刚才说的 以髋后跟着整个的磨损为主的话 有可能是髋柱发育不良的病 当然在我们下肢立腺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是我们整个下肢的立腺 这是膝关节 这是我们显示的一个膝关节 膝关节整个立腺 如果是变化的话 鞋跟的磨损也会不同 比如我们是膝内方的病人 它是以磨损 就鞋跟的外侧为主 如果我们是膝外方的病人 它是以磨损 膝关节的内侧为主 当然在我们一些足的病变 就是脚的一些足的病变里面 也会影响到磨损 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扁平足的病 它是以整个鞋的磨损为主 像我们正常的走路的姿态 是前脚掌先着地 以后再脚跟着地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正常的行走的姿势 像摩托走路都是前脚掌先着地 然后再竹跟着地 这样的话 我们正常的一个前脚掌的磨损 是很正常的一个磨损 然后当你出现整个鞋底都磨损了 那你要考虑你足有没有问题 像一些我们扁平足 先天性扁平足的病人 它会出现整个鞋根的磨损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来讲 就是说整个的鞋底的磨损 可以反映我们的平衡 动态 肌力的情况 可以反映到整个脊柱的有没有问题 髋关节有没有问题 我们整个膝关节跟下肢力线正常 这些到竹的形态是不是正常 都能够在鞋底的磨损中 也在一定的程度可以反映出来 那怎么判断鞋底属于严重磨损 必须引起重视呢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新买的鞋半年就磨了20%以内 一般是视为正常的 如果三个月之内就磨了20%至30% 那就不是行路姿势的问题了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身体出了问题 正常人暴行鞋增会弱多或少的磨损 而且磨损的位置多数集中在鞋增概质 这个和行路姿势是有关的 大家不用看到鞋磨了 就以为自己有病 实际没那么严重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鞋底的磨损程度 的确是可以反映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不过大家都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不正确的行路姿势 都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亮起红灯 所以说一个不健康 不正确的一个行路姿势 影响真的很大 而且它还会令到我们的鞋底磨损 到底怎样一个行路姿势 才为之是正确的呢 跟着下来就是我们生活调查条件的Catwalk时间 专家提醒大家了 正确的行路姿势应该是抬头挺胸 微微收腹 将脚迈步的时候 脚尖不应该向前的 尽量减少向内或者向外偏 下脚的时候应该是前脚掌先落地 对于行路的节奏上面 都应该做好调整的 尤其是女士不应该有小睡步 拖着脚跟走路的走法 这样不单只对鞋争有磨损 还会影响骨骼的生长和发育 导致暴胎不喜观 来来来 发热天的 赶紧休息一下 好 换装拖鞋吧 不用了吧 换装拖鞋舒服嘛 不用了啦 好吧 修备你了 喝点水吧 好 谢谢 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还是把鞋换了吧 在那边晾一下嘛 都说不用了啦 怎么回事奇奇怪怪的 死都不太拖鞋 不好意思嘛 难道你有脚伤 这网上不是有很多治疗找出的方法吗 你可以试一下吗 没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套鞋 如果说待会我再没治好 反正加重了这个麻烦 那小生活跟他谈谈查一下吧 行吧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生活调查团 我是佳佳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那位男生的情况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遇到过呢 自己去到别人的家 就很怕脱鞋 因为怕自己的臭脚 会吓死人 和臭死人 对不对 但是又回来 为什么有些人 又会有脚臭的问题 但有些人又没有呢 脚臭是怎么形成的呢 还有现在网上和民间 流传着这么多 医脚臭的方法 那到底谁是有用的呢 那今次的生活调查局 我们马上为大家展开调查 根据资料显示 脚气是脚部一种 常见的真菌感染性皮肤病 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患有脚气 只是轻重不同的 多数会夏天加重 到了冬天是减轻 也都有人会常年不语 那么脚气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脚臭呢 从我们中英里脚到脚 它主要是时期夏菌 这时期夏菌的时候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主要是 脾巾有时日夏菌 第一个方面是 肝菌有时日夏菌 第三个方面是 第三个方面是 肝菌有时日夏菌 这就是我们联想经常见到的 为什么脚臭 从系列观点讲呢 它这个脚臭的 主要是有陌生 第一个就是 这场间的真菌感染 第二个就是 细菌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见到 有很多病人 但是有很多病人 脚上很多汗 但是它不臭 但是有很多病人 没有味道 甚至枪 水一样流 这个缺汗很多 但它不臭 也就是说 这个真菌感染的吸引感染 在这个脚车的画面中 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在网上呢 就流行着五花百门的 脚臭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用的呢 方法又有哪些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调查完搜索了下 发现网上的去除脚在大发 有以下的几种 方法一 白醋放在温水里浸脚 方法二 用茶包放在温水里浸脚 方法三 在脚里灑爽身粉 特别是脚趾纳的位 方法四 萍萌水噴在霞里面 究竟民间流行着的脚脚 脚脚的方法有没有用的呢 今天我们就请了四位 坐脚烦恼的志愿者 过来 一起做一个小实验的 到底这几种方法有没有用呢 一会一分给这几个志愿者 来测试 首先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需要 採摘他们脚部真菌的数量 一天尖大一尖烈纤 在做实验之前 再做完实验之后 就对比一下 他们脚上的真菌的多少 就知道这些方法 到底有没有用 好了 我们刚才已经将四位志愿者 脚部真菌的原本 採摘完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 就要开始进行实验 首先 吴先生 你用的是白醋 好 苏哥 你用的是茶叶 然后这个帅哥 你就在脚上抹爽身粉就可以了 然后 阿涛 噴的是柠檬水 好 开始吧 那到底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呢 现在我手上拿着 这边就是实验前的样品 而这边就是实验之后的样品 马上送去检测 看看里面的真菌数量有没有减少 就可以知道 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了 但是维持的效果到底有多久 又是否长期有效呢 我们都是咨询专家了 先说绿场 绿场本身终于讲运轻截道的作用 从西医的观点讲呢 它可以抗性 所以你用了呢 这个脚出的定是有效的 第二个你讲的刚才说用醋 醋本身对这个真菌是有移植作用的 所以醋还有抗真菌的作用 抗真菌的作用 抗真菌的作用 也就是有的质量搅起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呢 搅臭的时候 你泡一下 长期间的泡 还可以质量这个搅起 就像你说的那个棉花水 它棉花水 它棉花水 它也是很酸 棉花三菌和醋的作用 基本上是一样 它就是对细菌 或者对真菌 有意识的作用 凉湿性主要是改变 这个脚的外环境 我们知道 不管是真菌的细菌 特别是真菌 它主要是在潮湿的环境 真菌生长 真菌是最喜欢 18到20度的环境 或潮湿的环境 当这个石头比较大 温度合适的时候 真菌是真菌生长的 这时候 它就会长脚起 脚臭 如果我们 用了爽生片后 抽出这个外部环境 就变得干燥了 那么 这个真菌 或者这个细菌 那么它的反应 就受到抑制了 所以你说 它就明显地化妆了 专家告诉我们 去除脚气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些洗脚 以及保持脚部的干爽透气 因为真菌 是最喜欢潮湿 满烈 的环境 平时尽量选择 纯绵透气 材质的物 或者是排汗良好的鞋 平时出门 可以准备多几堆物 来更换 或者上班换上拖鞋 令到脚头和气 都是有效的方法 脚部又干净 又透气 脚气自然就会有所缓解 那么可能 电视机前的观众就要说 为脚臭的人 通常都是脚汗多的 用冷热水交替洗脚 喝点菜汤 瓜汤 那是不是可以抑制流汗呢 如果是用冷水用的话 它主要是吃鸡 这个鸡体的叫做 类分泌系统 或者吸一讲 叫神经功能系统 它主要是 鸡体的这个 调节功能跟健康 我们中医讲 它主要是调整一个 营养品 所以能坚持用冷水洗澡 它实际上 对于这个凉性吃鸡 或者叫 中医讲就是调整营养品 让人给你健康 所以它比较臭 于这个抑制 脚汗的发生 这是一个用冷水洗澡 因为热水洗澡 它主要是个温暖刺激 它主要是 中医讲是 叫做陌生的 外界的讲 它是温度经络的 所以它可以提护你 更好 就是让皮肤的这个经络打动 所以它相对的讲解 它是更着重于 集体经络 沟通经络 收通经络 对 温序表扬的 这是从中医的关来讲 多喝的瓜汤 什么样的瓜汤最好呢 湿瓜汤 冬瓜汤 苦瓜汤 苦瓜汤里面 还有很多蛋白质 还有很多微量原始 最苦瓜的 这个在许天是最好的酱学家 但是 人体实际去掉以后 那么 它只吃饭 手脚 身体盘会相对解 最近我们的微信粉丝 都问了我们一些 关于脚部健康的问题 有人问 鞋子里面 专工人试着的鞋 有没有病菌的 如果有香港脚的人 穿过这些鞋 那还穿不穿得呢 我们请专家为大家解答一下 实际上这个情况 也可能穿脚型 第一个公共场所 我们去买个鞋子 四穿这个鞋子 也可能穿 还有特别是公共早上 建议这个是一次性的东西 如果说你想去的话 第一个就是 尽量不要用持脚穿 穿袜子穿 回来把袜子换了 换了以后 最好是你要放在透气 通门的地方 洗干净以后放在 通门的地方 还有点就是尽量不要穿 原则上是尽量不要穿 别人穿过的 所以我们的工厂 就不要穿别人穿的鞋子 不要穿别人穿过的拖鞋子 本体生活团学团有 想问答的问题是 鞋底磨损程度 是否可以半断一个人的健康程度 A.可以 B.不可以 关注本期生活调查团 得安盡在其中 上个星期的奖品 将会在本个星期 联系中总的观众寄出 同时要感谢每周一件 为我们提供的奖品 这份奖品是他们为 节目的热身观众 量身凌重的家用食品 安全检测套装 关注生活品质的你 一定不要错过了 调查到这里 就和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有脚气问题 严重的话 最好就去咨询医生 如果说情况比较轻的话 就需要勤一点换物 和多一点洗脚 保持这个脚部的干爽清潔 另外行路不正确的话 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身体健康问题 有空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你的鞋底磨损程度 因为它是可以反映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最后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正确的行路姿势 本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 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官方微信 同时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 大家现在也可以去拆一拆 我们的二维码 抢奖品答问题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